那么现在 我们讲到最粗浅的地方 人 欢喜 七情无欲的享受 但是 人更爱惜 自己的生命 到了要舍的时候 大概七情无欲 也可以能舍 不愿意舍自己的生命 而且还希望自己要长寿 这都是人之常情 你要使自己长寿 那你就要在生活各个方面 你要懂得节制 古人说的话没错 病从口入 祸从口出 你要原力 宰祸 言语不能不谨慎 态度不能不谨慎 你要想身体健康 你的饮食齐居 不能不谨慎 那么今天 许许多多人 需求健康长寿 他不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 中年以后 身体就衰弱了 不懂得 不懂得养生之道 我接触佛法 那个时候 我26岁 我接触半年 我明白了 这个素食的好处 对身体健康的好处 我就决心 吃肠素了 我学佛半年 吃肠素 26岁 整整吃了50年了 当时 我的一些长官 同学 朋友 都说我迷了 劝我不要这样做 年纪轻轻 学佛是可以 佛教很多事情 不能做 而我呢 告诉他们呢 我知道佛教太晚了 古时候 许许多多人 十几岁就明了 就接触了 我到26岁才听到 太迟了 可是 到了晚年了 五六十岁的时候 这些朋友们看到我呢 从前那个态度完全改变了 见到我都说 你的路走对了 现在再过二十几年 看到我呢 一个个都羡慕 头一个羡慕 羡慕我的相貌改变了 我的体质改变了 我今年七十五岁 我没有生过病 我身体很健康 去年 澳洲政府给我永久居留 按照规定呢 要去做身体检查 检查完了之后啊 医生告诉我 他说发生 你来检查是多余的 我说多余也要检查了 这是什么呢 这是在 学学修学佛法里面 得来的第一个好处 大家都能看得见的 我今天的体力 大概跟三四十岁的人 还可以比赛 他问我的时候 你到底吃些什么东西 有什么营养品 我说所有一开营养品 我地区一点都不占助 为什么呢 那个东西都有负作用 生活越简单越好 青菜豆腐 我喝喝水 这些饮料我不喝 饮料里面 现在人家卫生 饮料并不卫生 里面有很多化学的东西在里头 粘茶叶 茶 除非在这个应酬的场合 人家准备了茶水 我们对人尊敬 我们对人尊敬 我们也喝茶 我自己呢 不喝茶 我自己喝水 吃的很少 决定不吃零食 我每一天 读书的时间多 晚上大概读到十二点钟 才睡眠 第二点差不多早晨六点多钟起来 没有事情 中午吃过午饭之后 休息一会儿 有事情可以不必休息 精神饱满 工作正常 那你能说 这个素食没有营养吗 我可以给你做证明 你看许许多多出家人 身体都很好 也吃的肥肥胖胖的 他没有吃肉啊 也吃健康 在身体里面 你自己想法 成为 也是 平行 那你还 advanced 。 我是 你